瞧这四只小柴犬 争着抢着在吃奶 你看狗妈妈把它们照顾的 特别的肥 一个比一个肥 你看这一只小白柴 还没找到奶吃 我看着都急 来 咱给它安排上 来来来 终于吃了 你看柴犬一共生了四只 是两公两母 你看狗妈妈把它们照顾 你看吃着奶 这个尾巴都翘天上去了 是不是 大家还记得这一只母犬吗 这一只母犬啊 第一窝和第二窝每次都生三只 这一窝确实实无前例啊 竟然生了四只 我的天哪 一家生了四只 而且呢 这一窝还有一个小白柴 挺意外的啊 竟然生了一个小白柴 不过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狗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两公两母 这一只是一个小弟弟 你看 豆豆梅 嘴巴也是短而粗 是不是 而且它的额头非常的饱满 胭脂非常高 这一只是个小弟子 你看拿在手里面的狗妈妈一直盯着啊 是不是 来 咱来看一下这一只 哎呀 这一只小吃货 哎呀 小白柴是个小妹妹 你看 嘴里面还回味着奶味啊 哎呀 再可爱了啊 你看爪子纷纷的嫩的 包括鼻球 都是纷纷的嫩的 胭脂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狗妈妈的胭脂都非常高啊 来 让大家看一下这一只 天啊 你看这一只 在干嘛 你看 没头苦吃啊 哎呀 躺着吃 哎呀 这家伙太沉了 估计都有 七八两 你看 这一只是个小弟弟 肥的都看不到小鸡鸡了啊 哎呦 皮肌还挺大 你你你你看 哎呀 土着吃都在卖萌呢 小奶萌奶萌呢啊 是不是啊 奶鸡奶鸡呢 这一窝小狗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因为狗妈妈的品样在这放着呢 是不是 你看狗妈妈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它每次生的小狗啊 都是供不应求 行啦行啦 这一窝小狗呢 狗妈妈也是照顾的特别的好 你看 是不是 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儿 下期再见